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 中共政坛又先波澜 中纪委9月10号宣布 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黄兴国 因为涉嫌重大危机正在接受调查 黄兴国被认为是习近平派别中的一位重要人物 是率先表示拥护习核心的省级大员之一 那么作为直辖市天津的代理市委书记 黄兴国也被视为进入中共19大政治局的有力人选之一 分析人士认为呢 随着黄兴国的落马 天津市委书记和市长职务同时出缺 势必引发各派政治力量的强烈竞争 那么黄兴国到底是为什么落马 与前一年的天津港大爆炸是否有关系 在距离19大召开只有一年之际 它的出局会引起中共高层内什么样的权力斗争 什么人会接替它掌管金门重任 好参加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位嘉宾 分别是从美国纽约通过skype参加讨论的 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 和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 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欢迎两位专家 同时呢我们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 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 号码分别是呢这个400120551 400120551 另外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在YouTube上的个上网直播 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网址是youtube.com VOA China 何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你们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好的那么黄兴国落马之后呢 外界纷纷报道他出事的原因可能呢 包括家族腐败天津大爆炸事故 以及呢天津官场腐败窝案等等 但是最新报道认为 习近平阵营接连释放的信号暗示 说黄兴国出事也可能是涉及到更重大的政治原因 首先立凡先生您在北京 您有这方面更多的消息吗 没有 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非正常国家 所以这个官员的这个升降啊 早晨还在朝晚上就成阶下球这种天 希望也只有我们我们这个伟大祖国才会有 我们不算是一个标准的法治国家 所以像这种没有任何信息 然后出现的这种官场乱局 现在可能是新一轮的政治博弈的开始 当然刚才叶冰讲到 天津现在没有市委书记 没有市长 甚至没有副市长 没有政法委书记 没有宣传部长 这么一个城市 这种情况这种乱局啊 确实只是我们在文革中间才能见到的 是这种局面 就是好像最后变成这个是天津这个城市 变成一个坏人在治理的城市了 书记 市长 副市长 连公安局长 都是坏人 而且呢 据说 因为我也观察了一下 这个天津官场和浙江官场之间的关系 还是挺密切的 因为这个黄新国曾经是在 他是等于浙江人 而且在浙江很长的时间 后来这个 在这个我们现任的总书记手下 干了一年 他就跑到天津去了 2002年到2003年期间的事 但是另外一个人 就是 他是一直在天津的一个人 这个人叫夏宝龙 他在90年代末 他本来一直在天津做 然后后来他跑到了浙江 现在变成浙江的这个省 省的一把手 这种情况吧 就是这两个这个省份和浙江市之间 这种官员的这种互换 这个好像是一个特色 那么这个中间 所以因为我们知道黄新国 担任很长时间是在宁波工作 所以这个宁波人也很感叹 说从95年开始 他们这个五任的这个一把手 这个领导全都倒了 这个许运红 谢建邦 陈同海 黄新国 卢紫月 卢紫月是今年三月倒的 所以他们也说 我们在这些犯罪分子领导下 这个生活了这么多年 没有他们 我们活得更好 请这个中央不要再给我们派市长和书记 那当然这些乱局来看 我们看 其实我觉得 我们需要观察的点 我觉得一个可能是 为什么 就是这个黄新国代理了这么长时间的 这个代理书记 但是他一直没有扶正 那么这个是一个疑问 当然这中间可能跟那个天津市的这个大爆炸有关 那么又引出第二个问题 就大爆炸有这么严重的事故 他都能够留任 一直挺了一年多到现在才被拿下 而且拿下之前毫无征兆 我觉得这个中间 这个一个呢 上以往我们做大爆炸节目的时候 我就讲过 我说这个事情天经后抖 盘根错节 而且呢 他们可能是窝案 就是这个这个关系之复杂啊 背后的关系之复杂 我们外界难以想象 所以呢 当然这就涉及到 这个政治局常委一级的人物 比如说前面那个书记 现在是政治局的常委 国务院的这个这个副总理 那另外我们也注意到浙江也有这种情况 浙江现在是出了两个政治局委员在本街 一个是现在的副委员 委员长 一个当然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总书记 都是从浙江过来 所以这个这个天津跟浙江这两个地方 确实不同形状 但是我想可能这个中间确实有很多利益的问题 天津这个城市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辉煌的城市 这个是这个近代以来 这个文明程度相当高 相当发达的城市 但是自从1949年以后就逐渐的衰落下来 衰落的原因我曾经分析过 就是离北京太近 北京什么事情 这个天津都首先受害 北京要做什么坏事 不拿到天津去做 这个所以天津成了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 天津这么几十年都没有真正的发展起来 就是离中央太近 那这一次我觉得可能是有相当大的决心要动 这个动的布局 我觉得可能触动的神经 可能会涉及到 就是原来所谓上海邦的这些个派系的利益 在天津都在浙江的利益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要观察的 这个今后为十九大的人事布局所迈出的第一步 好的 这个布局先说到这 那么何平先生您多年呢 我们知道您多年研究中共的这个政治问题 那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就是说黄兴国的下台究竟是家族腐败 还是呢腐败窝案 天津的腐败窝案 或者是像中共所透露的那样呢 所暗示的那样呢 还有重大的政治问题 说到是贪污虎化 那没有领导干部没有贪污虎化 所以贪污虎化 你当然可以成为他的一个罪名 一个导口线 但那不可能是要查他的根本原因 如果要查到根本原因 那中共就不会有官员了 因为没有官员不腐败 我们基本上这是一个更实 一个共识 也是一个事实 所以他不可能 他被查的原因是他什么家族腐败 他和各样的腐败的问题 第二个也不可能 是这个天津大爆炸的事情 天津大爆炸这种事情 这种大大小小的事情 在全国各地有几个省市没有发生了 对吧 有几个省市为止的承担了 政治责任了 何况是承担这个法律责任了 那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以后 国民总理党的总书记 他要不要承担责任了 所以这种追究世界的这个责任 也是一个借口 也是一个说辞 我觉得只有非常敏感的 敏锐的中国网友 发现了一个最基本的轨迹 也就是说 在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之前 都要拿一个直下室来开刀 我们知道之前 这开始是陈其同 江泽民时期 胡锦涛时期 这个是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 那么18大之前 是这个胡锦涛 现在剩下了一个天津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 天津这个事情 是打响了 是九大的低强 有点像南昌起义的味道 这个里面是一个 预示的十九大权力斗争 正式开始了 所以他这个里面 所揪过的 所引起来的连锁反应 不仅是因为 突然深夜发生这么多事情 咱们感到震惊 感觉到很意外 而是说 意味着中共的权力斗争 新的一能 他又忍不住了 又忍不住了 所以拿天津来打响第一枪 那么各个政治派系的这个博弈 比我们原来想象到 可能要复杂很多 我们多年以后 我们才发现 当年对陈其同的很多的指控 是站不住脚的 那我们多年以后发现 对这个陈良宇的很多指控 也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现在也已经发现 对薄熙来的很多指控 也是站不住脚的 不是说陈其同 陈良宇 或者薄熙来 他们不涉及到犯罪问题 或者他们不涉及到 谈护护法问题 而是说当时把他们拉下台 都是一个借口 在后面的根本原因 是为了 他们要开党的代表大会 为了要党的代表大会 来各自的政治派系 在后面不义 然后来形成 一个权力斗争的 他们各派所希望的一个结果 那么黄新国这个事情 就意味着是站在这么一个高度 也就是意味着呢 使九大的权力斗争 又忍不住要爆发了 好的 我们来看看我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有哪些看法和问题 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 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认为 天津市委书记市长 被捕下台 这不是新闻 即使中共的总书记被捕下台 这都是新常态 当然也就是旧常态 只要中共不像苏共那样光荣的 终结 这种常态呢 就会继续 古代有什么 红通县里无好人 当代苏共的党内有好人吗 这难道不正常吗 谢谢 再见 好的 刚才立凡先生已经谈到这个问题了 那么我们注意到呢 日本的产经新闻 他注意到呢 说黄新国在中共党内 所处的这个派系的这样一个问题 报道披露说 黄新国是原副总理黄菊的亲戚 在现领导人习近平 2002年主政浙江的时候呢 他曾在习近平手下工作 胡锦涛团派重要成员 令计划出事之后 他作为习近平的人马 通过党内调整程序 代理了天津市委书记 那么何平先生 您相信黄新国是习近平派系的人马吗 日本的媒体啊 他们报道中国消息很多 他们的记者也很勤奋很优秀 但是他们报道中国的很多内部消息 长期以来没有几个证明是真实的 这是我经常批评日本媒体的朋友 那么金明也是这样的 这个黄新国是不是黄族的这个亲戚啊 我们确实没有找到这个有利的这个证据 但是呢 现在有的媒体急于说 黄新国不是这个习近平的人 因为他们工作时间短 我觉得这个理由也不称分 因为宁波市委书记啊 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 那么这个习近平作为这个 这个浙江的主要领导 他不可能跟黄新国没有关系 那么当然后来媒体也发现到 这个这个张德江的时间更长 举证这个这个浙江的时间更长 他可能有某种瓜葛 那么关系更可能更明确一些 那么那个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张高丽 当市委书记的黄新国是市长 那么同时呢 这个天津也是 这个这个 两个这个这个 前常委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势力基地 一个是这个前国政协主席 答应过前国政协主席的李月凡 那么天津的腐败问题 那多半都是牵涉到这个这个李月凡 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就是总理 这个前任总理这个温家宝 他的这个贪污腐败问题 加州腐败问题跟天津也有很密切的 这么一种关系 所以我们来看呢 就是说黄局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这个关键不是很清楚 但是习近平 这个张德江 这个张高丽 这个这个李月凡 这个温家宝 跟这个王新国的这个关系 是比较清楚的 但是这种关系 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只能从 就是说他们的简历 他们工作的交叉的情况来看呢 他们有比较密切的交往 但是密切的交往 并不一定等于他们是同伙 就像同学 我们看某个跟某个人是同学 那就是同学 可能关系不一定好呢 对不对 某个跟某个人是同乡 他们未必一定就是关系 很密切 这个不是一定的 但是因为中国是个海巷作业 所以我们只能拿这个 这个已经公开可以认真的线索来看呢 这个黄英国跟这个 这些领导人呢 是有不同的瓜葛 但是不管是好 还是不好 他们是他们的一个派系 还不是一个派系 但是呢 他的下台跟这些都有关系 有的人可能希望把他拉下台 不喜欢他 有的人可能希望呢 要保他 但是不管怎么样 涉及到这么多的这个政治中的常委 前任政治中的常委和现任政治中的常委 就意味着这个后面所隐藏的这个派系斗争 或者是利益斗争 在某点程度上不能说是派系斗争 可能是利益的之争呢 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就像当院的陈静一样的 陈静不是一个孤立的这个不许来啊 不许来跟当时候的中共高层的关系 不仅是跟周永康啊 对不对 跟胡锦涛 跟这个温家宝 跟这个习近平 跟胡国强都有这个 竟有 有的是有斗争 有的是有争破 有的是有利益关系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关系 那么呢 黄新国是现在的直辖市委书记里面 派系利益斗争最激烈的一个焦点 超过了这个北京 超过了上海 也超过了这个陈静 这就是为什么这次是九大爆炸点 发生在天津的一个原因 这个当然也是我的传测 当然也是我的一个态力 这只是基于一些中共所发生的一个 有些事情的历史的过程来看 也就是对现在的权力斗争的 某一种分析来看 真正的情况可能还通过一段时间 我们才会看到一个 可能更接近事实的一种结果 好的 那么利凡先生 您在北京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是说黄新国 他确实是江派 是这个习近平派系的人马吗 我觉得吧 就是我们有时候 就是对于这个派系的这个划分 有一些过于机械 比如说曾经在谁的手下做过事 曾经在哪一个省份 哪一个市做过谁的这个部下 他就一定会是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是谁的人 这种判断呢 有时候可能不很准确 为什么我以前也谈过这个问题 我说尤其是这个地方官员 他们对于这个中央 他们其实是多头下注的 就是说这一谱可能有两主 甚至三主 他同时为几个主子服务 那么这个对他自己来讲 是一个加大安全系数的一种投注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黑了还有那个 总之还有人照着我 在这种情况下呢 当然我们以前看总觉得啊 就是华文博在这个习总的手下 做过一年 那么好像 而且也得到了 就是在18代以后 他也得到了这个提升 那么我们就觉得 他可能是这个习家军了 或者可能是直将新军了 但是这个现在看呢 也不那么绝对 这个他很可能 还同时服务于这个其他的主子 而且还有一点 我觉得我们需要很关注 就是我刚才讲到的 就天津这个地方 他离北京近 所以北京不方便做的事 都会拿到天津去操作 那么还有呢 就是说天津 刚才这个何明先生也讲了 天津所涉及到的各间的常委 在这个天津的利益 所以天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炸弹 这个炸弹呢 可能比那个 去年那个大爆炸的 那个炸弹要大 因为它是一个政治炸弹 这个炸弹如果引爆的话 有可能伤到很多排气 不止一个排气 所以我觉得这个引爆天津有可能是一招这个险棋 但是也是一招很急 为什么呢 它可以同时震慑住好几个排气 这样呢可能更便于这个十九大的 人事上的安排呀 操作呀 我觉得有可能是出于这个目的 所以这个引爆了天津 谢谢 好的 那么现在呢 刚才有一些 有一位江苏的这个蒋先生要加入我们讨论 现在呢 他又离开这个线上了 没关系 我们一会儿欢迎蒋先生您再回来 许多观察人士呢 都指出说目前呢 正值中共高层大幅度人事替换的这个十九大 即将召开的这个时候 那么在党内呢 权力分配之争正在加剧 黄兴国被调查 或是权力斗争计划的这样一个产物 那么何平先生 您发文呢 认为这次雪剑金门 意味着十九大权力斗争已经开始 那么请您进一步谈谈 黄兴国落马是如何影响到 十九大的人事布局的 因为黄兴国这个位置啊 他有可能是进政治局委员 甚至有可能是进政治局常委 如果他当了这个书记 当了这个书记 他是可以这个跳提的 那么张高丽就是在这个位置上 成为这个政治局委员 所以后来成为了这个政治局常委 那么一个政治局的这个位置 越是到这个顶尽的位置 那么侦措的人就越多 侦措的人就越多 因为他的位置越小 所以比如说你可能当一个区长 一个科长 可能是有你的年龄的问题啦 或者是你的学历的问题啦 甚至你的工作的能力的问题啦 你呼呼某些条件 或者你生一瓶酒 或者是跟某一个领导关系好一点 你就可能会当上区长 当上这个 如果调资历这个机会更好一点 你可能会当上一个局长 当然你当上一个副部长 就需要有一些背景了 需要有一些关系了 那么你当上一个部长 那基本上就是靠关系了 对吧 但是你要当上一个副总理 你要当上一个政治局委员 那就是要经过非常残酷的 这个博弈在后面 因为增多这个位置的人很多 那么位置又只有那么几个 所以这就是中共这种 后面的这个阴谋轨迹 后面的这个你死我活 他忍不住 忍不住 因为位置实在他少了 你说你有关系吧 他也有关系 你说黄英国有关系 现在的王东峰没有关系吗 现在的开这个会 去代表这个主持天津厂 这个市委会议 这次拉下黄英国的黄东峰 他现在是天津市委的副书记 对吧 他是原来西安的一个书记 叫董基昌的这个秘书 董基邦是一个蔚南 在蔚南地区很有势力的一个老官员 那么后来他到蔚南去当了 这个市长和市委书记 我就说这个王东峰 那么后来他到这个陕西 当了这个工商局长 然后40多岁的时候 就成为了工商管理局的这个局长 但是一直没有特别的好的后台 因为他的后台是一个地方势力的人 所以他一直升不上去 所以在工商管理局总局一直得了9年 一直到了后来 两个老熟人老上级当了官 一个是赵乐际当过陕西省委书记 一个是栗战书当过西安市委书记 所以他很快就调到了天津当副书记 天津市委副书记 现在就是他在主持天津的市委工作 还有一个现在主持市政府工作的 这个常务副市长段春华 那么他也是很有资历的 他基本上是现在的天津市委市政府班子里面的 代表本土化势力的一人 当然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也是根领团上来的 当过天津团市委书记 这两个人现在就是在掌控的这个天津 但是这两个人的资历 他们的背景虽然有一些关系 但是似乎还不足以完全来掌管这个天津 所以掌管天津的市长和市委书记就牵涉到了 这个人他是九大 市长至少是中央委员 对吧 市委书记是政治局委员 所以这样一种职位的挣脱 这个后面就有很大的斗争 你很明显看到了 如果是像这样一个重要的城市 把一个市委书记和市长拉下来 又没有马上宣布市委书记和市长 这就意味着第一 他们可能还没开会 你要政治局场委员开会 政治局开会才能确定新的人选 第二个是他们的整个的行动 是非常的充足的 非常的紧促 来不及时间的准备 第三个是可能他们还没有不一晚 到底是把下巴人生这样调回来当书记 还是在外省调一个人当书记 还是中央临时派一个人当书记 现在都没有确定下来 所以这种后面的斗争是什么 不仅是权力 而且是享受 因为你当了那个政治局委员 你就是国家领导人了 你就牛逼的不得了 你就位置完全不同了 跟一个一般的省部级领导就完全不同了 当了这个政治局常委 你就更不一样了 所以大家都是争夺的是一种权力 这个权力后面隐藏的就是腹败 好的 引受的就是享受 好的那么天津官员出事 让我们来看看天津的这个民众 有什么反应 现在天津的刘先生要加入我们讨论 刘先生请讲 刘先生请讲 主持人好 嘉宾好 自从这个黄市长出了这个问题 我的朋友圈里有很多言论 有人说我等了你392天 终于把你给熬进去了 有人就是公布了这个下一任的接任者是谁 但我又一想 这完全也是一种人质的一种思路 什么时候我们的新闻记者能够取代这个中纪委的作用 在这个黄新国之流 在位期间就公布他的这个腐败 捞了多少钱之类的这个事 我觉得那天津市就真的牛了 谢谢 好的那么下一位是浙江的穆先生 这是浙江是黄新国发迹的地方 浙江的穆先生请讲 你好 我简单谈几点 就是说他出事的话肯定是 应该肯定危机 严重危机应该是有这个事实的 中纪委来调查他应该是也是事实有因 就是我觉得你说权斗的话应该是 我觉得谈不上吧 应该在中国现在的话 习近平的话还能有 还有人是他的对手吗 其他的我谈一下 可能接替的人有一些消息 谈应该很准确的来讲 应该是上水贤吧 我就简单谈这么多吧 好的谢谢江苏的蒋先生 欢迎您又回来了 江苏的蒋先生 请讲 各位主持人大家好 我简单发表意见好吧 对于未来的看法好不好 我建议中国呢 就是共产党如果是政权 尤其是或者多党治疗 或者民主治疗 现成治疗 那么我建议把中国所有的首都啊 自驾驶这些全部 全部给推翻掉 重庆 首先是重庆问题 重庆一个大概3000多平方公位 它的面积相当一个省 我建议重庆设个省 而不是设个市而已 但是比如应该被三峡大坝 给三峡问题处理 我上海呢 我建议上海和南京呢 这些地方呢 合并一个特省 北京和天津和河北 也有特省 南京呢就负责中国的南部份 南中国部份 北京呢负责中国北部份 北中国部份 我们就未来呢 先建设一个新首都 像美国华盛顿一样的 这个首都专门管政治功能 没有这个经济功能 或者无法功能 好的 同时呢可能设立一个 副首都制度 我建议呢 武汉和西安的两个城市呢 升个为首都 副首都 可以协助未来的首都 好 蒋先生 谢谢您的建议 不管可行不可行 谢谢您这个建议 那么利凡先生啊 我们还接着刚才的这个话题 来讨论 您认为黄兴国落马 和十九大人事布局 或者权力斗争 有什么关联吗 刚才我们一个听众 否认这是权力斗争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他否认他可能是认为 就是现在 习先生的权力已经大到 这个没有人敢去挑战 他的权威了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另一个方面 就是实际上 现在这个号令 还是不出中南海 实际上这个 从省部急往下 一直到基层都在带工 也就是说呢 这个现在 这个所谓中央的这个号令 在到了地方 并不真正管用 而且呢 大家可能都有一种怨气 觉得那个 现在没有办法工作了 这个是我接触到的 这个官员中 比较普遍的一种情绪 就这工作没法干了 所以呢 现在你要说这个 没有人敢于挑战权威 当然也可能没有人 愿意带这个头 因为大家 这个都有屎 那个都有辫子可抓 所以呢 谁也不敢挑这个头 但是呢 你要说 大家都服了这个中央领导了 或者服了这个总书记的领导 我看也未必 所以在这种情绪下 这个继续进行权力的博弈和斗争 可能还是很有必要 否则的话 就是像他所理想的这种 比较绝对的权威 仍然是竖不起来 所以我想 既然这个天津这个事情 我们注意天津这个事情 可能中纪委运让很久了 也不会是这个临时发作 那至少我想 在这个G20峰会之前 应该这个事情 就已经有方案了 只不过呢 为了这个 为了这个工作 或者程序上的安排 为了稳定的这个安排 所以呢 一直拖到了 这个G20峰会结束 来开始 那么当然 现在这个时机啊 也是非常合适的一个时机 因为离这个 一个是离这个 即将召开的六中全会 很接近了 那么这个六中全会 可能要这个 对这个十九大的人士 有一些个 比较有这个决定性意义的 一些东西 应该是出台 那在这种情况 再有就是说 为一年以后的这个 十九大做这个人事布局的话 现在也需要出手了 所以我还是比较同意 这个何平先生的判断 就是说 以天津作为一个开始 而且呢 正好因为天津是各派势力都插手 都在那儿有这个油掌可装的地方 所以只要把天津引爆的话 就可以减少在这 未来对这个六中全会和十九大 这个人士安排的很多的阻力 所以大家一看天津炸了 自己在那儿可能会有把柄 那个时候呢 就不会那个 再主动出手来这个对抗 所以我想这个 现在这个布局 应该是一盘很大的棋 那么这盘棋呢 现在刚开始 就是吃掉了黄金股 后来还会吃掉谁 或者还会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还要继续看 好我们拭目以待 那么现在呢 有两位网民通过YouTube 来参加我们节目 一位网民呢 说他说在国内呢 有媒体在报道 黄兴国落马这新闻的时候呢 曾经点出天津大爆炸的这个事件 说张高丽呢 曾经平均三十多次视频连线 来批评这个大爆炸事故 请问这位网友问 这样不同寻常的报道呢 意味着什么 另外一位网友呢 是叫Alan Zhang 他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大爆炸一周年之际呢 他记忆犹新 他说但是最近事发区又发生了 油库规划建在居民区的这样一个事件 他具体要问嘉宾怎么看 现在看起来呢 天津大爆炸 一年前发生的天津大爆炸呢 是这一次黄兴国落马呢 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 那么何平先生请问 您认为天津大爆炸事件和这个黄兴国落马 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吗 有一定的关系 就是说首先呢 就是成为了这个 后来黄兴国没有急于扶正为天津市委书记的一个原因 当时他已经铁定要扶正了 那么后来呢 经过了一年以后 天津的事情慢慢平息下去了 他又要开始这个扶正了 但是呢 我不认为啊 这个是根本原因 我一开始就上来就讲了几点 第一 腐败 个人腐败的问题 不是根本原因 第二 天津爆炸 不是根本原因 权力的不义 和是九大的召开 才是根本原因 因为我们在历史的轨迹里面 已经看得很清楚 就是每一次开党的大会 每一次要推定新的班子 那都忍不住 这种要爆炸一个城市 四个直辖市 现在整个轮到了天津 这是躲黑不了的这个俗命 那至于刚才听众 有一位观众听众提到 一个看法 说习近平现在权力很大 所以他没有什么 他做不成的事情 即使很早以前 有一个历史学家 叫黄仁瑜 他在纽约上周 跑到曼海顿纽约来 跟我吃饭 吃了几个小时以后 他有一句话 对我印象是最深刻 影响到了 我的很多权力的一种观察 他就是说 他在军队的时候 他观察 大家都以为 这个团长很厉害 团长权力很大 实际上他后来发现了 这个团长 是被所有的 战士 所有他下面的人领导的一个人 而团长呢 实际上呢 他要照顾的人 他要照顾的面 他所面临的危机 是这个团里面 最严重的一个人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 毛泽东权力大不大 对不对 这个毛泽东手下的政变 毛泽东手下的阴谋轨迹 少吗 不少 对不对 所以尤其在独裁国家 最危险的人物 就是最高掌握权力的人 因为他是通过一个非程序的 非正义的 非公民的手段 拿着这个权力 所以他的这个危机的程度 就越深 那么黄新国这个事情 坦率来说 他是很蹊跷的 坦率来说 我们还没有找到 他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是习近平真的 想拉下黄新国 来维持九大 这个离威 还是有的人拉下黄新国 给这个习近平点眼药 这个很难说的 因为十九大 我们现在跟十八大一样的 十八大我们知道 胡锡来是个关键性的交定人物 虽然当时已经确定了 这个习近平和李克强 但是这个胡锡来 却是最有挑战的势力 那么十九大我们现在又看到了 实力人物是谁呢 大家应该很清楚了 对不对 能够和取代李克强地位的 能够在最近几年来 全力势力竭尽习近习近平的 也就是说现在的中纪委书记 这个王岐山 王岐山未来留不留任 王岐山留任以后干什么 王岐山留任以后 跟习近平关系怎么样 或者王岐山不留任 会跟习近平怎么处理 这是现在中国的权力的 最关键最关键的点 已经不是什么 对 我讲完了 好的 现在网上有民众调侃说 说现在天津既没有书记 也没有市长 市委市政府多位官员都落马了 天津人民可以自治了 这当然我们刚才说这是个玩笑 那我们现在时间剩下已经不多了 立凡先生 请您预计一下 中共和习近平将如何收拾天津的残局呢 我觉得当然这个会派这个继任者来这个接手黄金国的这个职位 但是呢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临时性的安排 比如像张德江曾经也在博西来这个下台之后 去接了一段重新市委书记 然后就换人了 那么这个可能是一种安排 这种安排可能只是一个权宜之计 但现在来看啊 刚才何明先生也谈到就是说到底谁有资格接 那么现在好像大家猜这个猜那个一共好像有四五个人选 那现在来看我觉得可能有有两个至少他要确定两个 一个是这个书记 这个书记是由中央派 还是由当地的这个这个长期在天津工作的官员中提法 我觉得很可能就是这个这个一把手还得是由中央从别的地方来调派 为什么这么做呢 我觉得这个现在可能并不放心 对这个天津当地的干部顶多给他们一个市长当的 因为这个现在天津的事情我觉得后续的现在可能这个后续的事情会比较多 可能不光是收拾掉一个黄新国 然后再收拾掉一个副市长什么什么这些就就完事了 因为天津的事情如果深挖起来可能倒是对这个现在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从政治上比较有利 使他能够那个拿捏住其他派系的一些命脉 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是由中央派一个大员 从或者是从其他地方调派 再有一个呢就是从天津呢给他派一个市长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么一种格局 然后这个格局可能过渡到十九大前 但是究竟天津这次还能不能出一个政治局委员 或者这就很难说了 谢谢 好的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 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节目 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感谢美国明镜集团